那麼還有一個問題 先請教 他說我是這個食品店的老闆 但是我們賣出去的食品分配料是交給其他供應商製作的 那我們賣出去的配料如果被客戶投訴的話 要求賠償金額的話 這個是應該找他的保險公司呢 還是應該找供應商的保險公司呢 保險公司會不會理賠呢 如果找他自己的保險公司 因為他沒有生產這個配料 尤小姐麻煩幫忙解答一下 是 他這個不是他生產的 但是是工廠做的 工廠是自己的配方還是他要求的配方 那他這個配料我不知道是什麼樣子 是怎麼樣製造出來的 如果是當地美國的工廠做的 那你作為一個這個定做的客戶 你必須要求工廠提供你產品責任險的證明 然後把你自己的名字加進去 as additional insure就是也跟著付保進去 加進去一起保 那這樣有任何人告你 那你可以講說是工廠的啊 那工廠的責任先來做理賠 但如果你的工廠你委託的人 他不在美國 他可能墨西哥做的 他還有可能是中國做的 香港做的台灣做的 東南亞定做的高級的這種 香料很棒的一個味道 獨家的一個配方 可是你工廠在海外 不在美國的話 一旦有了糾紛 你要去追他們 就不容易追了 再加上法規不一樣 所以如果是海外的 你身為一個在海外定做的這個進口商 這個貨是你進來的 全美國就你最後一個人負責任 那你就必須要買好這個產品責任險 把工廠的那一份也連帶保上了 這樣子有任何責任的時候 你才能夠保護你自己 因為你沒有辦法再推給別人了 你就是美國最後負責任 那你如果是就在我們的這個美國工廠做的 那就太好了 你在這個美國工廠做 人家工廠有工廠的保險 那你在他那裡做的時候呢 你可以要求他的這個產品責任險 給你一個證明 這樣子人家告你的時候 有任何不管賠給人家拉肚子啦 醫藥費啦 耽誤上班了 或任何的這個律師費 隨便一開始就是在十萬二十萬的 這種龐大的支出 你都可以讓這個產品責任險的 保險公司來做理配 那當然他是一個經銷商 他自己也應該要有一個自己的保險 所以通常自己的保險公司先來保護他 查清楚原來問題是出在工廠 再由工廠的保險來做支付 那這樣子就可以全部保在裡面 所以如果工廠有保險 這產品責任險是工廠會負責的 除非你的工廠仍在海外 你追不到 那你就是這裡最後負責人了 那就跑不掉就是他負責了 所以你這個保險是非常的重要 那麼保險分得非常的仔細 而且細節也是非常值得去考慮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問題的話 可以去聯繫我們的專家們 他們的電話和照片 都可以在我們44.2華語電視的屏幕上看到 也希望大家多多關注我們的華語電視 非常感謝福大商業保險的保險規劃師 尤惠寧小姐謝謝您 謝謝